曼石的理解組織從我們的95年 96年就開始在去推動 那讓其實等於說 其實在花蓮的有機 我們也是第一個成立有機村的地方 然而剛開始的時候都很辛苦 因為大家還沒有那個意識和概念 所以這個辛辛苦苦疊疊撞撞 再到這個很多的議題的產生 讓大家慢慢慢慢來有巨神交流 而成為了一個政策的走向 我想這個路途上辛苦大家 我們請縣長把我們的憲規插上 3 2 1 大家請掌聲 花蓮走向世界 世界走進花蓮 今年的曼石論壇是我們第三次舉辦 不過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原住民曼石博覽會 所以基本上是兩個活動一起來辦 那麼原住民曼石博覽會是全國第一次來舉辦 那麼加上今年第三屆的曼石論壇 那我們預計在10月的28號 29號 30號 三天來舉辦這兩個大活動 一個曼石博覽會我們有非常多的攤位 尤其是我們的曼石組織 除了花蓮縣的曼石組織之外 我們也邀請了這個外縣市的曼石組織 還有本縣市其他的有關這個生物多樣性的組織 一起來共襄盛舉 曼石的部分不限於原住民 但是因為原住民的對飲食的這個 飲食的文化的精神跟這個曼石是相同的 所以呢在花蓮地區我們當然主推是曼石 但是我們跟外縣市的合作就不限於原住民 反而年恆余地區我們不會認識 什麼鬼鬼鬼鬼鬼鬼鬼祭 兩個鬼鬼鬼鬼鬼祭